我老婆怀孕了,脾气越来越差,经常找啥吵架,今天她又嫌弃我给她买的车梨子不够新鲜,对时我的脸又挠又抓,摔门而出,我担心她出事,追了出去,她跟我说去姐妹家住一晚,我赶紧开车送她过去,路上我一直在认错,千叮咛万嘱咐她,有事情给我打电话,她冷着脸不理我,回来的路上。 行车记录仪一直想,我停下车,倒腾着行车记录仪,不小心碰到了回放箭,你确定你肚子里是我的肿? 肯定啊,我只有你和我老公两个男人,每次和她那个完之后我都会吃避孕药的,我整个人仿佛被一桶凉水,从头浇到脚。 这是我老婆的声音,小颜是个好男人,你这么欺负她不太好吧,万一以后她发现了。 这个男生似乎同情我,但是语气中却充满着上位者玩弄下位者的骄傲,我一个机灵。 这是我老板,我老公就跟个木头一样,我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过几天找人带你看性别,如果是个儿子,我给你五十万,女儿二十万。 老板真是一掷千金,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我老婆的语气,是我不熟悉的甜蜜和角楼造作,平常她在我面前总是一尺气势。 高人一等,从来没有这种娇媚的语气,我的胃里涌起一股恶心的感觉,把小颜介绍给你就是看她老实,我眼光没错吧。 老板的声音充满着恶趣味,当然没错了,亲爱的,在家里我可是一把手,我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 我老婆的语气里透着得意,我看向行车记录仪,两个人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下车了,恶心和愤怒的感觉架杂在一起,我的血往上冲。 我老婆怀孕之后,我再也没有碰过她,三个月后可以同房,我有尝试过,被她拒绝后也没强求。 没想到我老婆背着我在外面干这事,我老板是我和老婆的媚人,我一直很感谢我老板把这么漂亮的侄女介绍给我,还在工作上器重我,没想到我在她眼里就是个倒霉可悲的接盘侠,不仅是接盘侠,还是冤大头,替她养孩子那种。 我走出车门,不知所措,约出了兄弟大鹏,在路边摊喝了个烂醉,我老婆不喜欢酒味和烟味,我已经很久没喝酒了,我又哭又笑,还用头撞桌子,大鹏看着我欲言又止,李妍,你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没忍住,我没忍住,抹了把眼泪,我他妈就是个傻子。 我他妈把她当成公主疼,结婚之后没让她干过一次家务。 工资上交,家务全包,八十元一斤的车梨子,我买回来洗好了给她吃,自己从来舍不得吃。 她手脚冰冷,冬天我烧好了水,给她泡脚。 家里的咸鸭蛋,她只吃蛋黄,蛋白全是我吃的。 大半夜十二点,她要吃南区的宵夜,我开车两个小时,帮她买回来。 第二天,我去上班,她在家里睡美容觉。 她是怎么对我的,逢年过节,她嫌弃乡下脏,从来没去我爸妈家。 我妈尿毒症,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她也一次都没来看过。 就算这样,我还把她当眼珠子疼,孝敬她爸妈。 我哪次不是买死柜的烟酒和补品带给丈人丈母娘。 在她家丈人使唤我,我打扫卫生,换灯泡,通管道,我任由她爸妈把我当狗使唤。 每次给我爸妈打医药费,都得求着她。 莉莉把我当成什么,一个任她欺负的老实人吗? 亏我把张总当恩人,随教随道,免费跑腿,结果我在她眼里,就是个笑话。 我要报复。 大鹏把我送回了家,叮嘱我不要冲动,一定要想好再行动。 李妍,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有聪明人的做事方式。 你不要盲目,要冷静思考,让欺骗你背叛你的人付出代价。 有什么用到兄弟的,意义不容辞。 大鹏的话我听进去了,直接抓见离婚嘛,太便宜,这对狗男女了。 我要拿到我的补偿,让狗男女付出代价。 我老婆回家之后,把脏衣服扔在沙发上,理所当然道,老公,把衣服洗了。 我强忍着恶心,捏着鼻子,把她的衣服全部扔进了洗衣机,之前,我担心机洗不干净,都是熟悉。 想来我也是,活该被拿捏,我老婆又说,我饿了,你去给我煮点南瓜粥。 我第一次没顺着她,你可以自己煮,我上了一天班,很累了。 我老婆一下子扑过来,想要挠我的脸,我替你生孩子,你就这么对我。 我忍着一巴掌,抽她脸上的冲动,拉住了她的手,替她喊了个外卖。 老婆还在叙叙叨叨,让你煮个粥就这么难,我真是嫁错了人。 我很想揍她,我在心里默念,握心肠胆,忍辱负重,小不忍则乱大谋。 勉强做到表面上的不动声色,为了暂时稳住我老婆,我一如既往的温柔体贴,懦弱可欺,我给她洗衣服,垂背,按摩,我跑腿,我拖地我挨骂,我任劳任怨。 半夜,我老婆把我踹醒,你打呼噜声音太大了。 能不能去客房,黑暗中我睁开双眼,恶狠狠地看着这个女人,然后抱着被子走了。 之后我一直睡在客房,没有提出要回去主卧,老婆对我的自觉十分满意。 我听到老婆和闺蜜打电话的时候说,我家老公可听话了,我嫌她打呼噜,让她睡客房,她都不敢说什么。 是啊,我是不会说什么,因为和这个女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已经让我恶心透顶,和她一张床我会忍不住动手,我巴不得离她越远越好。 背地里,我开始查我老婆的银行流水和开房记录。 原来我老婆平常花着我的工资,背地里还有五十万的存款,我背着房贷,加班加到吐血,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工资全部上交,老婆总是抱怨,嫁给你之后,我的生活水平都下降了。 你能不能多赚点钱,我想买包包,都舍不得买。 原来她一边压榨着我,一边过着滋润的小日子,我带着我们的结婚证,还有我的身份证,户口本,去房管局查我老婆的房产信息。 她还背着我,偷偷买了一套小公寓,我买的房加了她的名字,她买的房甚至不告诉我。 这几天我非常沉默,老婆似乎也没察觉到什么,依旧找茬,然后又去闺蜜家了。 半夜,我睡不着,抽了根烟,开车开到了我老婆买的公寓附近,我老婆的小公寓离我家挺远,但趣味不错,是个学区房。 只是,我站在楼下,那个公寓上还亮着灯,难不成我老婆还把这个公寓租出去赚钱了? 但是她的银行流水里没有雇收的租金,倒是每个月她会给她弟弟微信大额转账,我百思不得其解。 突然看到我老婆和一个男人走了下来,我赶紧藏到楼梯间里,之后,我又找斯嘉侦探调查我老婆。 才发现她不仅是我老板的情人,还包养了一个小鲜肉,这个小鲜肉就住在她买的这个公寓,在微信里,小鲜肉的备注是弟弟。 所以,每个月的大额转账都是给这个弟弟,老婆和小鲜肉的交往相当隐蔽,每次都是在小公寓偷情,从来没有开过房。 我看着斯嘉侦探拍的照片,说不上来什么感觉,没有伤心和愤怒,甚至有点想笑,笑我,也笑我老板,都被这个女人玩弄于鼓掌之间,照片上的这个年轻男人五官俊朗,身材高大,看来是弥补了我和我老板的颜值缺陷。 我老婆也是坐享欺人之乐,她既要我的照顾,又要老板的钱,还要小鲜肉的颜值。 贪婪的人往往没有好下场,我老婆会学到这一点的,只不过,暂时还不能让我老板知道,她的情人拿她的钱包养小鲜肉,我老丈人的寿臣如期而至,老丈人耳提灭命地,让我好好准备,毕竟老丈人也是个教授。 逃离满天下的教授,我当然好好准备了,我把情简发给了老丈人所有有头有脸的学生,还有老丈人家里的所有亲戚,我订了市中心最好的酒店,确定投影仪高清而且大平。 开饮前,我提前三个小时,站在酒店门口迎接客人,丈人丈母娘和老婆没有一个让我坐下来歇一歇。 人来得差不多了,我坐在主桌上想歇一会,老丈人突然说,李妍,你赶紧给人家倒酒啊,坐着干什么。 丈母娘也说,李妍,你怎么没点眼力见? 不好意思各位啊,我家女婿反应比较慢。 没有人想过,我在饭店门口站了三个小时,我忍住愤怒,站起来给各位长辈倒酒。 轮到倒酒老丈人的妹妹,老婆的小姑一双吊烧眼打亮着我,声音又尖又细。 李妍,娶了我侄女呢,是你的福气,现在我侄女怀孕了,你肯定要出钱出力。 老丈人也在旁边点点头,我陪着笑脸,点头如捣算,老板也在主桌上,毕竟作为老丈人的至交好友,又是看着我老婆长大的,算是半个亲叔叔,老板出面结尾。 你们也别太为难小颜,小颜虽然家里条件不好,但是工作努力,她是上进,对老婆也很体贴。 看到我老板,老丈人立刻换了张笑脸,老丈人对李老板道,张老板,我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答应这门婚事的,之后你也好好照顾照顾我女婿。 如果放在以前,我肯定很感激老板的结尾。 现在,我只是深深感受到了这个男人的伪善,没关系,我马上会扯下他的面具,公愁交错,推杯换盏。 而我在他们眼里,只是个跑腿的工具人,酒憨而热,我站在台上,拿起话筒。 今天是我老丈人的生日,我想借着这个日子,感谢爸爸给我生了个这么好的女儿。 大家的目光聚焦到了我的身上,掌声如雷,我看向老婆,老婆没有鼓掌,而是慢悠悠地舔着香蕉,眼睛直勾勾盯着我老板。 我老板边鼓掌,便忍不住余光看向我那风情万种的老婆,我再接再厉。 趁此机会,我给大家准备一段视频,记录着我对我老婆的爱。 我老婆依旧盯着老板,和在家一样,不管我说什么,对老婆来说,都只是耳旁风,我在老婆眼里,是个隐形人。 我打开视频,视频上的男女扭着身子,在五星级酒店的大床上滚动,两人边运动,还不忘贬低自己的配偶。 我老婆说,跟你在一起,我才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男人。 老板说,我老婆平常在床上跟个死鱼一样。 所有饭桌上一起静默,仿佛喧腾的水龙头突然被拧上,丈母娘瞪大的眼睛,不可置信地看向桌上的女儿,又看向丈夫的多年好友。 老丈人则是瞪着我,跑上来观了视频,还想打我,我心下了然,冷冷地抓住老丈人的手,看来他早就知道真相。 但是仍然对我腰三贺四,嫌弃我出身不好,赚钱不多,把我当成上门女婿使欢,好一个为人师表,底下开始窃窃私语,视频里的人设是白教授的女儿吧。 那个男人是谁,不像是女婿,年纪很大呀。 这不是腾龙公司的老板吗?白教授的好朋友。 大瓜啊大瓜,没想到白教授女儿这么放得开。 女婿也是憋屈久了,从娶了老婆,就一直被当着仆人使欢,不然谁会把自己戴绿帽子戴事情,当着这么多人面揭开,嘖嘖嘖。 我老婆也反应过来了,跟她父亲反应一样,冲上来对我撒气。 李妍,你是故意的对吗?你也太不要脸了,你怎么能在我爸生日干这种事情? 说着,我老婆的指甲又挠向我的脸,我早有准备,对她的脸我啪啪,反手两个大耳光,我早就想抽她了。 今天终于做成了,我表情愤怒,大声冲着她喊道,见人,等着离婚吧。 我看到老板看向我的目光,虽然尴尬,但是仍旧是看下等人的目光,我回到了我买的房子,我相信我老婆今晚不会回来。 她忙着转移财产呢,我也相信岳父的生日会一定给她的众多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岳父岳母那么好面子的人,怕是想和我老婆断绝关系。 第二天,我去办公室递交辞职报告,老板依旧是雄资英发,对于企业主来说,丑闻虽然有影响,不会很大,老板翘着二郎腿,目光不屑地看着我,西书的脑门上闪出正亮的光,老板开口了。 李延啊,你是个有骨气的人,但你不是个聪明人,你把事情闹大了,对你来说又有什么好处,你只是白白让所有人知道你戴了绿帽子。 不仅如此,你还失去了工作,你家里尿毒症的母亲怎么办呢?我不卑不亢道,不劳您费心了。 老板勾起来了一个猥琐的笑容,听我老婆说有人给他发了我的小视频,我和我老婆各玩各的,这么多年相安无事。 婚姻嘛,也就那么回事,你本来也可以外面采气飘飘,这么叫真干什么? 视频是我一时激动发给老板老婆的,后来才从私家侦探那里得知,老板老婆也是个水性洋花的主。 当年老板靠着丈人家里发家,被戴绿帽子也不敢离婚,不知道老板有没有经历过我的痛苦,老板被戴绿帽子之后日渐变态。 老板需要年轻女孩的崇拜和专一来填补她被老婆践踏的自尊,这是老板的选择,不是我的选择,我始终相信婚姻是神圣的。 你如果不遵从婚姻,最终将被反噬,何况老板从头到尾都把我当成一个棋子。 当然,被当成棋子的不止我一个,我约出来了公司的财务王倩,我有80%的信心说服她反水。 财务王倩是老板的第一个情人,刚大学毕业就被老板骗到了手,财务王倩坚信她和老板是真爱。 老板只是因为责任和孩子不能离婚,王倩能力很强,这么多年来。 王倩兢兢业业,公司的蒸蒸日上绝对有王倩大半的功劳,现在王倩人老珠黄,老板的小情人越发水嫩,王倩这段时间的脸色蜡黄,十分憔悴。 我能判断老板没有哄好这个情人,我也知道王倩心里应该是有悔意的。 我把老板和一干情人的照片摊在王倩面前,场面不堪入目。 我问她,你到底图什么?现在她还能给你什么?爱吗? 王倩脸色一下子煞白,职场女强人此时眼里蓄满泪水,我心里不忍,给她递了张餐金纸。 王倩咬牙切齿地说,张元那个混账,我从毕业尾身于她,为她的公司做牛做马。 现在我老了,公司做大了,张元就这么对待我。 我也为王倩不值,倩姐,你是高材生,能力和样貌都是一等一的,如果当初没被她骗到手,现在肯定有正常的家庭。 这就戳到王倩的痛点了,王倩捂着脸抽气,我等她平复一点,压低声音问她,你想报仇吗? 王倩的眼中有恨意,还夹杂着几次不舍,这么多年,没有爱情,也算是有感情,大不了我辞职不干了。 唉,王倩就是心太软,才被老板压榨那么久,我拿出最后一根稻草。 是我老婆怀孕,和老板许诺给钱的录音,王倩年轻时候,给老板怀过孕。 那时候,老板公司还没做大,怕老婆和老丈人,哄着王倩去堕胎,就这一次打胎,王倩子宫受损落下病根,之后想给老板生孩子,都没法怀孕了。 王倩这辈子都没法有孩子,老板已经有了一双儿女,还在外面哄着别的情人给他生孩子,还出手大方,王倩的泪干了,一种决绝的狠意在他眼睛里酝酿。 我跟王倩说了我的想法,王倩很满意,王倩曾经有多爱老板,现在就有多恨,我老婆白莉莉和岳父母约我出来谈离婚,她依旧是风采照人神采一役,只不过月份大了。 身子有些沉了,车子归你,房子归我,存款五万也给你。 我老婆利索地分完了财产,我摇了摇头,不同意,你有什么脸不同意,我女儿跟着你过了这么长时间穷日子,你个窝囊费。 我岳父激动地骂我,我的钱不都买房买车,还有给你们儿子善后了吗? 买房后又跟了个大单攒了点钱,工资卡储蓄卡都在老婆手里,之前小舅子撞了人,我的钱全给老婆做主给小舅子赔钱赔掉了,之后的工资也被老婆买买买了,没攒下钱,想来岳父母也不是没钱。 不过是想压榨我这个便宜女婿,我要婚后一百万存款,还有房子和车子,你自己买的公寓留给你。 我盯着白莉莉的眼睛,她本来有五十万,因为怀着儿子老板,又给她打了五十万,白莉莉婚后存款高达一百万, 她自己买的公寓,我可以留给她和她的小情人,我岳母忍不住开始骂人,你怎么这么不要脸,狮子大开口,果然凤凰男就是要不得,得了便宜还卖乖。 我沉默不语,白莉莉冷冷地说,我没有存款,也没有自己买房子,你可能误会了什么。 我们的婚后财产只有房、车还有五万元存款,我冷笑,你自己心里清楚,白莉莉美目瞪圆,一排桌子,你别给脸不要脸。 不欢而散之后,我回了爸妈家,不知道是我老婆,还是我老板找人疯狂威胁我,各种杀你全家不得好死的匿名短信蜂拥而至。 我兄弟大鹏当过兵,他找了几个战友,在附近保护我和我爸妈,我正好陪陪我爸妈,娶了白莉莉之后,他不待见我爸妈,也不愿意和我探望我爸妈。 每次我去看望我爸妈,都得哄着白莉莉,给我点钱,带给爸妈礼物。 我一年看望我爸妈的次数,屈指可数,后来我妈又得了尿毒症。 我想把爸妈接到身边,哪怕是在附近租个房子,白莉莉不同意,对白莉莉彻底死心之后,我才发觉自己这几年是真真不孝顺,娶了媳妇,忘了父母,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吧。 我给我媳妇做了这么多年家务,洗了那么多次脚,白莉莉依旧是高高在上,冷漠异常。 我第一次给我妈断了一盆水,把她脚放进去。 我妈,我操劳一生的妈妈,捂着嘴,哭得气不成声,我在家做家务,我妈一直在我旁边唠叨,你歇着,我来。 我爸拉着我妈坐下,在旁边说,儿子懂事了,你就休息休息吧,身体也不好。 过了几天,我那个一生正直的村长爸爸还找我谈话,和你媳妇吵架了,他还怀着你的孩子呢,你还是回去吧,你妈妈我可以照顾。 我把事情简单和我爸说了下,我爸长叹一口气,我从小教你做人的道理,没想到你遇上一群不是人的东西。 爸,我知道怎么处理,你别担心。 我爸倒是看得开,你妈尿毒症历历都没来看过,我就知道你那个媳妇心太狠,离了也好。 我出门买菜,一个小混混跟在后面。 我给大鹏发了个消息,大鹏过来了,我特意找了条没什么人的小路,小混混刚响上来,被大鹏抓住,混混只说临时起一响抢劫,闭口不说谁雇佣她。 大鹏看了眼手机,准确地说出来,混混的家庭住址和妹妹的学校,混混怂了,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还是个孕妇。 我把照片给混混看了,混混说就是她,我们报警去警察局备案了,让混混指认白莉莉,白莉莉是孕妇,而且我也没受伤,被当作家庭纠纷条理就放走了。 白莉莉瞪了我一眼,一副你能拿我怎样的表情。 得意地开着她的新车走了,开庭之后,白莉莉转移财产的证据和白莉莉找人威胁我的证据,都作为白莉莉少分财产的证明。 白莉对法官说,我是孕妇,财产分割应该顾及弱势群体。 我不由得又对法官陈述了我对白莉对悉心照顾和发现白莉腹中胎儿不是我的孩子之后的痛彻心扉,我确实证据齐全,情真意切。 白莉莉转移的财产全被追回,白莉莉傻眼了,如我所料,她最后只剩一个自买的公寓,不过这也足够了,足够她和她的小鲜肉双宿双飞了。 开庭结束之后,白莉莉扑上来要打我,被老板抓住了肩膀。 没事没事,都是小钱,之后李延也找不到工作了,就当补偿她了。 毕竟给我打了这么多年工,给你当了这么久老黄牛。 张老板揽着白莉莉的肩膀,眼睛却不屑地望向我,财务王倩跟我说,老板和业内打了招呼。 业内都不会用我,白莉莉勾起一抹微笑,攀上老板的手臂,垃圾就是垃圾,就算分到钱和房子,你永远也比不上袁叔。 袁叔才是上流阶级。 张老板宠你得看着我老婆,刮了刮白莉莉的鼻子,我生理上不是。 张元是不是上不上流我不知道,上当是肯定的,我假装悲痛愤怒难以发泄,愤恨地看着两个人,其实内心在放鞭炮,不是不抱,手快倒。 我把父母接回我的房子,正好妈妈等到了合适的肾源,可以着手准备手术,手上有了钱,我可以给妈妈选择最好的医院和专家。 我把白莉莉和小鲜肉的照片匿名发给老板,老板去小公寓桌间,一巴掌出向白莉莉,白莉莉吓得早产了。 我了解张老板,这个男人,自负又自卑,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被老婆戴绿帽子,是他一生的耻辱。 现在又被年轻貌美小情人算计,张老板肯定不会原谅白莉莉,而且张老板资助比较,心眼小,报复心极重,手段老练,之前就有得罪他的老板,被他栽赃,导致家破人亡。 几个月后,白教授被人举报学术造假,收受贿赂被抓,白教授成为阶下囚,白教授的学生们无一人出手,想救。 我突然想起来了,之前在白家干活,听到白教授吩咐手底下的博士替他写书,还用学位威胁学生,少一个这样的教授对社会无疑大有逼艺。 之前白教授总在我面前炫耀,李延,我们是有头有脸的人家,你能娶到白莉莉是烧了高香。 莉莉脾气不好,她说什么你听着就行了,动手你也不要还手, 知道吗?看来有头有脸的白家摔落了,白莉莉她妈受不住噩耗病倒了,白莉莉还在坐月子,她儿子的亲爸见白家摔败,也露出了真面目,对白莉莉非打即骂。 这是我在白家的群里看到的,可能我的存在感太低,白家人居然忘记把我踢出群了,我对白莉莉的事情不再感兴趣,自己退群,王倩给我打电话,舒服了吗?我要开始我的复仇了。 时间到回,我离婚之前,王倩跟老板摊牌说,知道老板有其他情人的事情。 提出分手,要补偿。 张老板扬装申请地说,这些年你也帮了我不少,我给你五十万吧。 王倩气笑了,不说王倩的青春值多少钱,王倩这些年创造的利润就不止这么多,王倩彻底死心,为了让老板不起疑,王倩含情默默地说, 我不是为了你的钱,你知道的,王倩说到做到,拿钱走人,彻底消失,在张老板报复完白家之后,有人举报张老板的偷税漏税问题,王倩当了张老板这么多年财务,张老板的违法证据也全留下来了,王倩学艺很精,走之前把自己的问题收拾得很干净。 应该说这么多年,老板毫无底线,王倩一直坚守着自己清白的底线,王倩也没有自己举报,只是偷偷把消息泄露给了老板的一个仇家,仇家的哥哥,就是之前被老板栽赃陷害,以致家破人亡那个,他对老板自然是毫不手软,王倩作为钱财物,也被传唤了,警方传唤完王倩之后,我和大鹏请他吃饭, 大鹏妻子年前生病去世了,留下来了一个女儿,这次正好是放假,大鹏带上了女儿,他女儿可喜欢王倩了,一口一个倩倩阿姨,你真好看。 确实,离开老板之后。 王倩在外面度假了一段时间,看云卷云书,回来之后,眉间的玉气消散了一些,人也胖了些,没那么憔悴,据说王倩当年也是上财的细花,追求者如云,我的电话突然响了,是白莉莉,李延,救命。 我帮白莉莉打了120和110,我实在是不想见他,后来警察和我说白莉莉的儿子发热了,小鲜肉不知道在哪里浪,他不去医院,却打我的电话,白莉莉被小鲜肉家暴之后,终于想起来了钱夫这个曾经的接盘侠,白莉莉开始频繁发信息骚扰我,好像当初羞辱我的,不是他。 那天我买菜准备烧了带去医院,一个女人抱着孩子站在门口,白莉莉左眼有一块鱼青,脸色憔悴了不少,脸色蜡黄,身子有些浮肿,仿佛老了十岁,我没理她,开门进去,白莉莉突然挤进门里,还好我爸妈都在医院,不然肯定吓一跳,白莉莉含情默默地看着我,李延,我什么都没有了。 求你收留我们母子,我快被她打死了。 我冷冷地说,白莉莉,请你自重,与其总想着依赖别人,你得学着靠自己。 白莉莉抱着孩子耍赖一样地坐在沙发上,反正这也是我的房子。 我就在这里不走。 白莉莉抱着孩子,我不敢动她,抱完警之后,警察劝了半天才,她还是不走,还好我让大鹏去找了那个小鲜肉,小鲜肉赶过来倒是挺快。 一看到小鲜肉出现,白莉莉魂不吝的脸上浮现出来的惊恐,一物想一物,小鲜肉只是说了句过来,白莉莉就颤颤巍巍地跟着她走了。 我跟她说,哥们,看好你的女人。 我不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不过白莉莉的骚扰倒是停止了,我妈如期进入医院手术,我在医院照顾我妈,隔壁病房一片嘈杂,一群人没关。 白莉莉她弟弟和小鲜肉打起来了,周围人的话语隐约拼凑出两人的矛盾,小鲜肉把白莉莉的腿打断了。 白莉莉她弟过来要赔偿畏果,跟小鲜肉打起来了,床上的白莉莉眼神空洞,仿佛眼前的人不是她最亲的两个男人。 也对,白莉莉她弟眼里只有钱,小鲜肉又家暴成性,唯一能依靠的爸爸进了监狱。 白莉莉可能预料到了她之后的命运。 我妈出院后,我和王倩去了临时创业,她干财务,我干技术。 大鹏这小子总是过来找我喝酒,后来我发现她醉翁之意不在酒。 她居然和王倩谈起来了恋爱,大鹏带来了白莉莉和老板的最新消息。 老板娘风风火火的和监狱里的老板离婚,老板娘一向是个狠人。 白莉莉把孩子扔了,因为遗弃罪做了牢,我看着街边的夕阳,我举杯对一大鹏说,恶有恶报,我做到了。 小子总ức